女兒女婿還有媳婦張岳雲 以及前總統李登輝生前最疼愛的孫女李坤一併 神色哀奇素木陪著李登輝靈舊抵達第二殯儀館 李登輝一體火化後 由李坤儀手捧著掛上十字架 綠色布料包起了骨灰潭 過程中唯獨不見李登輝的夫人 曾文慧 據了解是根據習俗夫妻不相送 加上曾文慧年事已高 怕過度悲傷家人沒讓他知道細節 李坤儀帶著李登輝骨灰回到翠山莊 針對民主先鋒辭事 總統蔡英文在臉書哀悼 謝謝李前總統 民主台灣就由我們繼續守護 李登輝一臨車隊繞行總統府一圈 總統府秘書長李大維帶領官員 與憲兵兩夭夭營列隊行俯首禮至今 紀南教會百年來首度敲響 二十一城莊響 必招歐美基督國家國葬儀式 李登輝的陸鏈火化追思禮拜 選在紀南教會 他的獨子李憲文在這裡告別 孫女喬喬易坤儀也在這裡完成終身大事 從東府將為李登輝籌辦國殤級的追思禮拜 最後一城走得隆重 讓民主之路的傳奇身影湧流台灣的心中 謝謝老師 蝦頂 張宇軒 SN小組 差不多